大家好,我是张瑶 今天来聊一聊 因为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设立 那共产中国呢 是跟立陶宛之间的关系 降级为代办级 它就相当于是比大使级和公使级都还要低 但是呢 还没有想断交 共产中国它又不想断交 所以说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威胁 那如果按照以前共产中国的这个行为模式的话 它这个时候应该是说 既有威胁又有利诱 想要说服立陶宛回心转意 改变对台湾的政策 这本来应该是共产中国应该要做的 那以前共产中国也有成功的先例 譬如说荷兰 当初在1980年的时候呢 台湾在买世界的去想去买潜见嘛 结果没有国家愿意卖给台湾 只有荷兰那个时候因为经济太糟糕了 这个失业率非常的高 那个船厂也快倒闭了 所以说在这个台湾同意去不单买潜见 还要买跟这个买潜见同样额度的 这个其他的产品的这个合同下面 荷兰就答应卖给台湾两艘潜见 后续本来还要有四艘的 原本是要卖六艘 结果头两艘的这个合同签下去之后呢 共产中国这边马上就跟荷兰这边 也就降为了代办级 同时呢就开始去威胁利诱荷兰 那也在经济上面给荷兰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那荷兰本身卖潜见给台湾就是为了钱嘛 就是为了他救他的经济嘛 所以当共产中国这边能够提供更多的好处的时候 对他的经济有更多的好处的时候 那荷兰当然他就盖主意了 那所以后来的四艘的潜见就没有卖给台湾 那就导致后来台湾就一直买不到潜见 那最终台湾就只好自己造自己的潜见嘛 就是国建国造 其实我觉得从长远来说的话 也算是因祸得福 因为像潜见这种武器 完全指望这个外国卖给台湾 实在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对于台湾的国防来说 这么重要的武器 真的是应该由台湾自己来掌握他的这个技术 自己能够去造 所以说最终我觉得台湾走上潜见国造 是最正确的这条路 虽然说也最艰难 虽然说最艰难 但真的是最正确的一条路 也是值得的 这些艰难到最后都是肯定是值得的 那当然荷兰这个情况跟立陶宛情况不同 这个荷兰本身就是为了钱 那共产中国给更多的钱 那荷兰自然他就盖主意了 那跟立陶宛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从共产中国这边的策略上来说 他应该是一样的策略 对吧 就等于说你应该是用一样的 这个既有威胁也有利诱 甚至更多的是用利诱的方式 去指望立陶宛能够回心转意 对吧 但是现在呢 你看共产中国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表现 你又觉得他似乎是想要一路奔向断交了 似乎又想是想往断交的路子走 譬如说这个官媒环球时报的胡锡进 他就来骂立陶宛说是立陶宛是文字跳蚤 那我觉得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相似之处 就是你官媒把立陶宛骂成这个样子 那你说立陶宛就算 就算是说他面临很大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压力 就是说很多人都会出来说 你这样做对吧 毕竟是惹翻了全世界的第二大的经济体 更不要说共产中国对吧 他的这个跟白俄罗斯跟俄罗斯狼狈为奸 对吧 你给自己招惹一个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敌人 你立陶宛 你对自己的这个利益 国家利益 你的国防安全 是不是不利的 那立陶宛政府肯定面临这种压力 但是他这个压力再大 那你说你都已经被官媒 把立陶宛骂成这个样子 你怎么走回头路 那你就相当于说彻底是把这个路给堵死了嘛 你让人家没有办法回来再走这条路了 那所以说我现在也不知道 共产中国到底是要干嘛 你到底是要留有余地 不想彻底断交 那也不想给台湾铺路 对吧 因为你这个时候是断了交 那明天可能 助立陶宛台湾代表处 就变成了助立陶宛台湾大使馆了 你这个 如果你不想给台湾铺路 不想断交的话 那么你就应该是往往回关系的路子去走 那你要往回关系还骂人家是文字跳蚤 这个是完完全全说不通的 就不知道他好干嘛 那立陶宛这边的反应是很淡定的 那立陶宛的这个外交部这边是说表示遗憾 那立陶宛的国会的国防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说的就更直白 他就说其实这个降机了之后 这个情报人员变少了 也蛮好的 其实他这样说不是凭空的 他这样说是有原因的 这个有根据的 是因为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时候 当时香港人也模仿这个当时波罗的海的这个人链 他当时波罗的海人链是为了要表达这个追求波罗的海人民 追求自由民主 想要脱离苏联的这样的理念嘛 那所以当时香港人也模仿波罗的海人链 也做这样的活动 那这个立陶宛人他为了响应香港人 那立陶宛人当时大概有上百人 也在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的这个市中心 也做了这个人链 来表达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那当时共产中国大使馆肯定是要去闹市的嘛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万万没有想到的 就是说可能是说在立陶宛要雇这个地痞流氓可能不太好雇 可能这个地痞流氓的资源太少 结果没有想到是他们大使馆的五官和大使本人 就是共产中国驻立陶宛大使本人直接下场 直接下场 我看到的报道是说这个大使本人就在旁边的这个巷子里面躲着 现场指挥 而这个大使馆的这个五官直接上阵打人 直接上场打人 这个真的太夸张了 那之前跟大家聊到就是在澳洲的昆士兰大学 这个学生 朱帕沃罗他当时做这个反送中运动的时候 当时是这个 这个共产中国大使馆雇佣的地痞流氓去闹场 就说大家都知道他是共产中国雇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至少不是大使本人出现在现场 至少不是大使馆的五官本人上手打人 而在立陶宛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当然是把立陶宛人给气坏了 那立陶宛人就立陶宛就把这个大使叫过去抗议什么的 所以说他是专门就指这件事情 说那既然从大使级降为了代办级 那就证明这位当时在现场指挥的 这一位前共产中国驻立陶宛的大使 是不会回立陶宛了 所以立陶宛人很开心 所以是觉得说这个情报人员 间谍能少点也蛮好的 那中国的外交部就出来表达愤怒 说这是没有这回事 那我觉得中国的外交部可以回去查一查 周恩来说过的话 周恩来就说过说 中国的外交人员他就是文装解放军 说白了就是没有穿军装的共产中国的军人 那不就是间谍吗 那就是间谍 那就是间谍 说他是情报人员都是说的好听 实际上就是间谍 而且他在现实中也是这么做的 不但在立陶宛 在全世界都是这样做 你像在2019年的时候 具有两个共产中国的外交官 闯入了美国的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 他是海豹突击队的一个队伍的总部 他就直接开车闯进去了 人家是让他开到门口的时候 人家让他离开 他不听直接往里闯 后面人还追着他 他也不停 一直到前面有这个消防车 他才停下来 那我问他是怎么回事 他说他没听懂 你一个共产中国驻美国的外交官 你听不懂人家让你离开 这么简单的一个英语 我就不知道这个外交官 他受的是什么训练 他受的这个英语训练 训练到哪里去了 这个是说不通的 我觉得真傻的可能性不高 装傻的可能性比较高 所以说美国当时川普政府非常强硬 就把他们给驱逐了 那包括2020年的时候 这个共产中国驻美国休斯顿的总领事馆 也是被美国给下令关闭了 听说原因也是因为 这个总领事馆就是个间谍窝 这都是川普时代 他对共产中国的外交官 所谓的外交官 实际上的间谍 在美国的这个活动是容忍度是非常非常低的 他们是不容忍的 当然现在拜登上台之后 这样的新闻就没怎么听到过了 那不可能是因为共产中国的这些间谍收敛了 那我想更多的是因为拜登政府 他在这方面我觉得是还是不够强硬的 没有去好好的去保护这个美国的 无论是人还是知识产权各个方面的这个安全 就让共产中国的这些间谍在美国出没 那我觉得是很不负责任的 那而你像立陶宛人就很 我觉得就真的是心直口快 就把这个话直接说出来了 就是反正你们这些人也都是间谍 那既然是间谍 能少点那不是挺好的吗 那立陶宛他现在我觉得是比较没有什么变故 不太会有什么变故了 我觉得都是很硬气的 那无论是这个美国还是台湾 都会在经贸上面 能够帮助立陶宛度过共产中国 对立陶宛的这个经济上的胁迫 你像美国这边 不单是有这个 让这个美国进出口银行 美国跟立陶宛之间去签署 这个6亿美元的这些协议 那包括这个其他的商贸上面的合作 美国跟立陶宛之间也会更加的深化 那台湾这边就更是如此 那你像在刚刚发生的 这个台美的经济繁荣伙伴的 这个会议上面 台湾也特别的提起立陶宛 要支持立陶宛去应对共产中国 对他的这个经济上的胁迫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变故应该是不多的 但是真正让人觉得奇怪的 就是说这个共产中国到底要干嘛 真正让人觉得奇怪的是这个 如果你要挽回 你就好好地挽回 那如果你要断交 那你就断交 你一方面似乎表现出来像是想要挽回 另一方面骂人家是蚊子跳蚤 这个没有这样的操作 没有这样的操作 实在是令人迷惑 实在是非常令人迷惑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方便的话麻烦你帮我跑一跑广告 也请你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 拜拜